第128集 众人算是明白了 看来只要有人试图和魏无羡争吵 蓝王鸡就会封了他的口 一时尽若寒蝉 不过总有不怕死的勇士 在这种时候站出来 嘲讽的 魏无羡 你真不愧是一陵老祖啊 好霸道啊 这时打算不让人开口说话 魏无羡的 真奇怪 蓝丝追道 魏前辈 什么奇怪 这位苏总主 从刚才起就一直很奇怪 之前尸群围上来的时候 呼吁灵力尽尸的人 不要求生 赶紧一起去死 现在又堵着我的嘴 不让我盘问 而且不停地在试图激怒我 生怕你们多活一刻 这是什么道理啊 有这样做盟友的吗 被魏无羡这么一提 不少人都心内微疑 这位苏总主 今天的话 似乎确实太多了些 不过旁人没有表态 他们也不变表态 事宜都谨慎地选择了沉默 另一部分人 则开始暗暗思索 他们上山之前 或者途中 到底做了什么 魏无羡看看 莫灵苏氏的门声 与姑苏兰氏的门声 站得极远 并且后者 根本不屑于 分一点目光给前者 他越看越觉得 什么地方别扭 低声问兰望鸡 韩光隽 我问你一下 姑苏兰氏和莫灵苏氏 都是月修 而且两家 都在江南一带 离得不远 一般而言 关系不是应该还行吗 为什么感觉 两家关系很差呀 蓝思追和蓝景仪 挤了过来 蓝景仪一听 大声道 关系当然差了 兰望击倒 莫灵苏氏 是从姑苏兰氏 分离出去的一支 魏无羡道 什么 蓝思追捂住 蓝景仪的嘴 低声道 魏前辈 你有所不知 莫灵苏氏 是一位外姓门生 脱离姑苏兰氏后 自立的门户 由于不能摆脱 宗家的影子 他家的秘技 都和姑苏兰氏差不多 善音律 连家主苏敏善的 一品灵器 都是和韩光君 相仿的七贤古琴 魏无羡回头 看了一眼脸色阴沉的苏舍 十分无语 蓝景仪挣脱蓝思追 气哼哼的道 不光是这样 更奇葩的 还在后头呢 这个苏宗主 哎呀 好了 我知道要小声 这个苏宗主 不但样样都学 而且 还格外忌讳有人说 他学我们家韩光君 不然他就立刻要翻脸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听蓝景仪越说越大声 蓝思追无奈道 哎 景仪 而苏舍已经听得一清二楚 脸色铁青 两眼都是怒火 吐出一口血 终于强力破除了禁言术 可一张嘴声音沙哑的 犹如苍老了十岁 说道 好一个雅正为训的古苏兰氏 满门名是玄门第一 原来就是这样教导自己门下子弟的 欧阳宗主道 苏宗主 现在大敌当前 咱们可别自己人伤了和气 苏舍冷笑道 自己人 你们看的古苏兰氏 个个都和魏无县角作一团 算什么自己人 他这么说 古苏兰氏其他人可不乐意了 蓝起人看他一眼 没有说话 一名年长的高品客卿 脸线蕴色 苏敏善 就算你如今不是古苏兰氏的人 说话也须知甚言 莫灵苏氏 立刻有门声站了出来 我们宗主早已脱离你们古苏兰氏 你们是用什么身份对他这般说话 蓝景仪早就对莫灵苏氏 满肚子怨气了 大声道 你们宗主如今有这般地位 还不是当初受了我们古苏的教诲 怎么他反咬一口 我们还不能说呀 扶摩洞中 两拨人开始互相怒视 互放嘲讽 莫灵苏氏那边又有人叫道 古苏兰氏门声那么多 难道个个都能自立门祸 未免太狂妄自大了 古苏兰氏这边立刻有人回击 狂妄自大的是谁 也不知道谁家的退魔曲 谈得错漏百出 还浑然不觉呢 此句一出 魏无羡忽然刹那心头血量 魏无羡道 不是食物 也不是风水 众人一正 魏无羡又道 你们都忘了 上山之后还有一件事 是你们都做过的 蓝丝追道 什么事 魏无羡道 杀走尸 欧阳子珍脱口道 啊 莫非是在疫城时那样 走尸的身体里有尸毒粉一类的东西 阿爹 你们杀那些走尸凶尸的时候 有没有从他们身体里喷出颜色奇怪的粉末 欧阳宗主道 没有粉末 没有 欧阳子珍不死心 那 那液体呢 江城冷冷的道 行了 若是杀了走尸之后 有什么古怪的粉末或液体喷出 我们还不至于都没觉察到异常之处 以为自己捕捉到玄机的欧阳子珍 脸一红 抓耳挠腮起来 他的父亲连忙把刚才激动过头的儿子拉下去做好 魏无羡道 确实是和杀走尸有关 不过问题不是出在走尸身上 而是出在杀走尸的人身上 魏无羡转向蓝启仁 说道 蓝老前辈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蓝启仁看了一眼蓝望鸡 莫然道 有什么问题你不会问他 还要来问我 蓝启仁虽然于府 却不是莽夫 也已绝出蹊跷 是已耐着性子听了这么久 可脸色还是难看得很 不过魏无羡从小就被他甩脸色 后来更被无数人甩过脸色 早不以为意 想一想 这是一手带大蓝望鸡的叔父 更觉得没什么好生气的 魏无羡摸摸下巴笑道 我这不是怕当着您的面问他太多事情 您要生气吗 不过既然您都叫我问他 那我就问了 蓝启 嗯 莫灵苏氏是从姑苏蓝氏分离出去的一个家族 对吧 嗯 虽然分离出去了 但莫灵苏氏的绝技 还是从姑苏蓝氏借鉴来的 是吗 是 姑苏蓝氏的秘技之一 破障音 有驱邪退魔之效 其中以七弦古琴最为深奥高超 所以修琴的人也是最多的 莫灵苏氏有样学样 他们家也是琴修最多 没错吧 不错 莫灵苏氏的家主虽然是代祭出走姑苏蓝氏 自立门户 他自己的琴技 却并不如和登峰造极 交出来门声时也常错漏百出 是不是 蓝旺基坦然道 是 魏无羡和蓝旺基 你一眼我一语庞若无人的问答 越来越多的人都渐渐听出 他们并不是在单纯的讥讽苏圣 而是在抽丝剥茧 因此听得越来越认真 接下来 魏无羡缓缓缓的道 也就是说 就算上乱葬岗杀走尸时 莫灵苏氏弹奏的战曲之中 有一段旋律不对劲 姑苏蓝氏也会见怪不怪 只觉得是他们既漏出错 既差了曲谱 却并不会留意究竟是尸首弹错 亦或是故意弹错的 是这样吗 听到这最后一问 苏社瞳孔一缩 压在剑柄上的手猛地青筋抱起 剑锋悄然出窍了半寸 而蓝旺基也在同时抬起眼睛和魏无羡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隐隐的了然 蓝旺基一字一句道 正是如此 苏社争的拔出了佩剑 魏无羡用两根手指把剑锋剥开 微笑道 做什么啊 可别忘了 你现在灵力尽失啊 这样威胁我有用吗 苏社举着剑 刺也不是收也不是 一阵咬牙道 你们针对我翻来覆去 究竟想寒沙摄影什么 魏无羡道 是不是我说的太含蓄了 所以你觉得我在寒沙摄影 那我还是再说清楚些好了 这里所有人失去灵力 是因为都做了同一件事 什么事 杀走尸 杀走尸的时候 这位莫灵苏氏的苏宗主 和你们一路上来 他装作是欲擒退魔 其实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占取的一部分 篡改成了另一段 会使人暂时失去灵力的旋律 你们在浴血奋战 而他表面上和你们一同战斗 暗地却下阴手 苏舍道 寒血盆人 魏无羡道 在场姑苏兰氏的秦修不少吧 方才你们上山时 莫灵苏氏所奏战曲 是不是有错啊 对于这个 姑苏兰氏的秦修们 最有资格发话 当即齐声道 正是如此 魏无羡又道 苏宗主知道姑苏兰氏中 许多人都对你和莫灵苏氏满心不屑 于是你就利用这份不屑 邪曲虽能害人 但对奏者灵力也有要求 光是你一个人 当然没办法奏出 让近千人都失去灵力的威力 所以你带来了莫灵苏氏的所有秦修 让他们与你合奏 在场各家 只有姑苏兰氏有可能听出不对 然而他们不屑于注意你 就算是注意到了你们弹错战曲 也只以为你学艺不经 把门声也交错了 聂怀桑瞠目结舌道 世上当真有这样邪门的曲子 听了就能让人失去灵力 魏无羡道 怎么没有啊 琴声能退魔 为何不能照邪 有一本东营秘曲集 叫做乱破抄 里面抄录的都是东营之地流传的邪曲 连杀人秘曲都有 让人暂时失去灵力 又为什么不可能啊 兰启仁前辈就在这里 你问他 姑苏兰氏的藏书阁下禁书市中 有没有这本书 定了定神 苏舍冷笑道 就算有这种曲子 当年我在姑苏兰氏学艺时 根本进不了禁书市 无缘得见 后来我也不曾迈进云深不知处一步 对这本书更是闻所未闻 倒是你对这乱破抄如此熟悉 又和韩光君亲近异常 岂不是比我更有可能接触这本书 魏无羡笑道 谁说一定要你能进禁书市 你主人能出入自如不就行了 篡改曲谱的法子 大概也是他教给你的吧 能在云深不知处 出入自如的位高权重者 苏舍的主子 不必明言 谁都知道 只有脸方尊 魏无羡道 你们打的好主意啊 四下抓捕各家子弟 把这么多人都引到乱葬岗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他自己借口受伤不来避嫌 和你里应外合 一个用携取拜人灵力 一个用阴虎符操纵凶师围山 最后上千人全军覆没在我的地盘 说不是我下的手 谁都不信 是不是 你们也不怕撞什么 反正魏无羡臭名昭著 心仇旧恨一起上涌 群情激愤 根本没人听我辩解 说不定会再引得我杀性大发 大开杀戒 还省得你们动手了 苏舍道 可笑 脸方尊已是统领百家的先都 又不需要争权称霸 让这么多人前来送死 他有什么好处 污蔑我倒也罢了 竟然污蔑到脸方尊身上 魏无羡道 既然你信誓旦旦说我在污蔑你 那么你敢不敢现在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莫灵苏氏之前上山途中 驱失退魔的战曲 再谈一遍 孤苏兰氏所有的秦修都在这里 如果苏舍现在谈的和之前的不一样 立刻就会被揪出来 伏魔洞中 众人悄悄地离莫灵苏氏 众人越来越远 不知不觉腾出了一大片空地 将他们孤立在中间 魏无羡趁机道 不肯 好 没关系 你不如看看 这是什么 魏无羡从怀中取出两张泛黄的纸张 晃了晃 只让人隐约看清上面记的是曲谱 你以为之前在金林台 我们真的无功而返吗 在芳菲殿同静之后的密室里 金光瑶藏着的两张 从乱破钞上撕下来的残叶 已经被我们找到了 只要拿给兰起人前辈一看 让他辨一辨 里面有没有方才你奏过的旋律 立刻就真相大白 苏社冷笑道 你撒谎 我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你随便乱写的曲谱 用来污蔑 魏无羡道 难道我还整天带两张曲谱在身上 准备随时拿出来 反正是不是撒谎 拦起人前辈一看便知 苏社原本怀疑有诈 但见魏无羡满面鬼笑 语气笃定 兰起人接了过去 看得眉头皱起 心中一紧 说道 兰前辈 当心有诈 说着 伸手去夺那两张纸 正在此时 碧尘的冰蓝色剑光 向苏社袭去 苏社腰间佩剑出窍阁挡 然而一挡之下 他才忽然反应过来 上当了 苏社的佩剑 名叫南平 此刻与碧尘相机 剑光流转 分明灵力充沛 魏无羡一下子 把那两张纸折了 重新收入怀里 亚然道 我没看错吧 你居然还有灵力傍身 恭喜恭喜 不过 敢问如果不是图谋不轨 你为何要隐瞒自己 没有失去灵力的事实呢